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幼园生活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今天在地下室给大家做一期开箱 这是我一个月前买的三尊做旧的地藏菩萨摆件 为什么新年第一箱开箱呢? 主要是希望这三尊菩萨十项 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保佑大家平安、健康、顺遂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自己太懒了 拖了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开箱助手还是我们家的显眼包娜娜小姐 可以看这三尊十项商家包裹的还是很严实的 在外面打了木架 而且对十项做了保护 大家在拆木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钉木架的钉子还是很锋利的 不要滑到手 这三尊地藏菩萨十项也终于拿出来了 打开让大家看一看 这三尊十项的神态还是很可爱的 雕刻的也很简洁 我是非常喜欢的 好了 三尊地藏菩萨也重建天日了 当然我不会放在这个位置 这三尊佛像 我计划是放在花园靠墙角的位置 为什么放在这个位置呢 主要是因为花园这个位置阳光不好 下面还有栅栏的基础 种过一些可以当后景的植物都长得不太好 所以准备把这三尊佛像百建放在这个位置 当然这要等到春天后 我把种在这个位置的树根植物都清理干净再说 毕竟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好了 等到这三尊佛像最终到位后 我还会给大家录一期视频 谢谢大家收看 幼园生活 享受花园带给我们的快乐 再见